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上个星期六第一次回台北来参加一个自来水公司的百周年活动 现在立刻引发批评说都是假的 这个常驻计划诚意是不是因此又再被质疑了 为什么去一趟中张头得要回台北六次呢 我们稍后告诉你这六次为什么要回台北 那么解言20周年辅院党特别是民进党的辅院党举办了相关的一个活动 在昨天7月15号20周年整的这个日子当时达到最高峰 特别是重返龙山寺的吃解言包子的这个活动备受瞩目 但在现场大家透过我们的镜头都看到了 看到了陈雪扁总统 看到了副总统吕秀莲 也看到谢长廷游锡坤主席 但是就是没见到苏贞昌 好 那么他不是也是所谓的美丽岛的辩护群律师之一吗 为什么这么重要活动看不到他呢 那么解言呢是不是让蓝绿之间多一个互骂的议题 那么上个星期或许您注意新闻会发现蓝绿之间隔空护杠的口水又多了 不过这个时候到底谁最有资格讲话呢 是前总统李登辉吗 好 昨晚他真的讲话了 他左批国民党阻碍了民主发展 诱打民进党路线软弱反复 蓝绿没有人敢回嘴因为李登辉都讲对了吗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话题 我们的call in电话 028792-9901 欢迎大家稍后打电话进来跟来宾一块来讨论 不过我们首先就带您赶快来看看的是 马英九的下乡的long stay计划呢 昨天晚上呢因为星期六回来台北 昨天又回去中部地区了 但是这趟回台北呢 立刻让民进党的青年军不满 那么特地跑到高铁站要去拦截马英九 但是没拦到人 于是呢大骂马英九这个long stay 本都是龙是假啦 但是虽然没碰上面 为什么没碰上面呢 因为马英九得到勤资了 知道这些青年军要来赌他 那怎么办 决定换下一个出口再来出来 但没想到这个时候他的坐车 在台北市中校西路上直接倒退路 这到底是不是违反相关的交通规则呢 带您来看 明明说long stay计划要下乡常驻 马英九却中途跑回台北两次 民进党青年军守在台铁台北车站等他回来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马爷爷您回来了您又回来了 马英九 或许是知道了民党青年军要赌人 马英九开始躲猫猫 不断变换出口 让民党青年军跑来跑去 就是进不到马英九的人影 避免行踪被人发现 马英九坐车要出发不出发 犹豫了好久 好不容易开了出来 马上又在中校西路上倒车停了回去 不只如此 仔细看 马英九坐车停的位置 稀有红线禁止停车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可得要罚300到600元 曾经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却带头违规做了个不良示范 真理新闻众投报道 好真的是不得已的吗 那么最后只好 为了不让青年军给碰上 现在做了一个违规的举动 到底台北市政府会不会开罚 我们来看 但是今天呢 马英九在立法院也成为 抨击的剑把 为什么 我们知道立法院正在召开临时会 临时会讨论哪些法案呢 或许您并不尽然的清楚 因为临时会开了一个礼拜 大家表现还实在是并不好 好那么到底什么样重要的法案 让今天绿营的立委要出来骂 原来国民党团在临时会上 临时提出要修改 审计法第78条之一 说呢要把特别费给除罪化 所谓何来呢 是不是很有针对性呢 民进党立委徐国勇今天就批评 这根本是在帮马英九护航 所以这个条款应该叫做 羞愧条款 执疑国民党团在临时会提出修改审计法第78条之一 也就是把特别费除罪化 民进党立委徐国勇痛批是在帮马英九护航 为了他一个人可以改所有国家的法律来配合他一个人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请全国民众要注意 立法院的特别费里面有这么一个法案 大家注意不要让他通过 因为这是马英九的条款 我叫做羞愧条款 文言文叫羞愧 白话文叫不要脸条款 质疑国民党团要修改条款 难道是承认马英九有罪吗 难以立委重炮反击 马英九特别非案即将贞结起诉 国民党却提出修改条款 敏感时刻成了蓝绿立委攻防焦点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真的是为了选举大家 为了胜选要无所不用其极 这么说来似乎也是无可厚非 胜选为唯一的最高指导原则 但是立法院林慧这么样的一个处理 还有马英九都得到的批评 为什么现在他的所一举一动 都会成为绿营要想尽办法来 加以抨击的一个焦点跟剑靶呢 我们今天就首先就从这个议题来讨论起 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现场请到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美金党立委庄所汉 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国主理好 您好 再来介绍是资深媒体人吴国栋 国主好 大家好 好 继续是国民党立委李嘉靖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这个我们赶快来看看 到底这个马英九这一趟18天的long stay 在这个中张头地区 但是为什么要回台北 一回就是六次 这六次回来是哪些的特殊的事情 让他非得回台北一趟 只是这一趟long stay因为这个样子 上星期六来第一次回来 现在已经被大家批评是long stay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透过我们的手板为大家来整理 接下来还有哪几天 马英九一定要回来台北 而回台北又到底要做什么 非得回来不可吗 中张头的当地的观众朋友 我觉得马英九这趟long stay 到底对你们来讲 诚意又够不够呢 好 来看到 那么首先就是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 回到台北参加的活动是什么 参加的是自在水公司 百周年的活动 所以在13号的时候回来 台北14号参加活动 昨天15号的时候 搭高铁回去了 那么在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发 对不起 这15号还要再回来 那么这已经回去之后 他又要再回来 那么回来16号有什么事情呢 今天有什么事情 好 在这个马英九的表定的行程当中 没有写 那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 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在7月18号之后 他再度的要从台中线回到台北 为什么 因为19号的是特别费 第八次开庭 当然得回来 这个特别费要回来 这个都要无可厚非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但7月21号又要从台中线回到台北 为什么呢 因为7月22号又有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叫联合劝募成立15周年的一个感谢会 他亲自要回来台北参加 再往下看呢 7月23号在台中市 下午又要搭车回来台北 为什么 因为7月24号特别费案第九度的开庭 所以当天也得全天都在台北市 所以公共大哥来看 为了特别费案回台北 一定要开庭 要亲自出庭 但是其他时间的议题 我们刚刚说联合劝募15周年的感谢会 还有星期六的北三学公司的百周年庆 还有一个7月16号明天到底什么事情 这个表定里头是没有讲 只说返回台北 这样子的理由 中张头地区的关容朋友 当地的这个鄉亲觉得可以接受吗 我想有部分人把这都stay 行农宫都是假的 还有一群船神 看他一群船 都stay意思 我先看一下 你总是什么 有没有 一群船神 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 你 有一群船神 还有 你 有没有 这群船神